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筹备演员角色的时候就曾邀请过李连杰 但是因为妻子怀孕 李连杰为了陪伴妻子就推掉了所有档期 重案组 这是一部由成龙主演的作品 成龙之前的作品都是喜剧动作风格 但是该剧呈现的是一种气氛凝重的场景 成龙突破性的演技 获得了金马影帝的荣誉 然而这部影片最初也是为李连杰准备的 因为当时李连杰成立了正东电影 比较繁忙就推掉了这部剧 新龙门客栈 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这部剧吧 剧中梁家辉 林青霞 张曼玉这几位饰演的角色 让观众记忆游戏 然而这部电影最初梁家辉饰演的周怀安这个角色 定的人选是李连杰 因为当时李连杰的经纪人正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不幸的是在开机之前 李连杰的经纪人去世了 后来李连杰也没参加这部影片 而这部影片成了当时新武侠片的巅峰之作 《黑客帝国2》 《黑客帝国》一共拍摄了三部 被誉为明镇国际的经典科幻系列 这部剧的导演曾邀请李连杰出演剧中角色 但是后来因为片酬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就没有出演 李连杰就这样错过了这四部经典作品 但是后来李连杰给大家也带来了 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